大家好,我是陈老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 令家长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 就是孩子入托儿所 入园的时候 他就拼命的哭 实际上呢,这个孩子呀 还是胆小甚虚 那么这个胆小甚虚啊 还有这个怕生 像这种情况啊 那么其实它严重起来呢 也是非常 非常令家长担心啊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有的小孩就老啃指甲 把这个指甲都 根本用不着家长给它剪 完全是自己啃掉的 另外呢,有的孩子甚至把这个 手上的皮都啃掉了 为什么呢,他紧张 他害怕 这个都是一般送托儿所的 小宝宝 就开始就啃 一直都大了,他还在啃 养成一个习惯 那么这个家长就不明白 就跟我讨论 我就告诉他 这个孩子呀 就是胆小 他啃自己呀 或者他自己捏自己的东西呀 他寻求一个心理依赖 他摸自己的衣服 或者抱自己的娃娃 他就寻找一个心理依赖 那么这种孩子呢 你不能批评他 有的家人不懂 你怎么老吃手啊 你怎么 不对 你就给他补肾 补肾捏挤 那个 大概两个星期 或者三个星期 这个孩子就表现出来 哎,你一看他怎么 到哪儿他也敢说话了 见了生人 他也不害臊了 有的孩子非常胆小切生 那么这些问题呢 都是跟这个 肾虚有关 我前面几集讲 基本手法的时候 我就说过 补肾可以天天做 你也几可以天天做 你也可以呢 就是钱给他推拿五天 休息一天 或者休息两天 三天休息一天都可以 但是这个孩子呢 天生呢 他就是根肠有余 脾肠不足 肾肠不足 所以呢 一般有时候 你遇到他的情况以后呢 你不知道推哪儿呢 凭肝腥胃 小心天好水 补肾 捏挤 这孩子天生体质 就是这样的 这个应该是 没多大错误的 所以补肾呢 可以每天做 每天做 那么 如果孩子拉西 你就不要 平肝清肺 不要清肺了 这是关于孩子的 那个胆小切生的 大家可以 翻过来 有的孩子不是胆小切生 他上窜下跳 我听我那个家里人说 他们去吃饭 有个小孩就折腾 挨抖去 一会儿哭通一声 听说就掉进人家酒店的 鱼缸里边去了 太能折腾了 这种呢 也补肾 肾水族 瓶肝火 瓶肝清肺 小青天河水 补肾 这个基本手法 就是平日的保健 好 这个话题就讲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